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圣灵同在,共读圣马俄谷福音,主愿光荣归音。 那时候,圣神随着耶稣到旷约里去,他在那里四十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和野兽在一起,也有天使服侍他。 若汉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间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 基督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多少位曾经去过沙漠或者是旷野的? 我相信那些曾经去过圣地的教友们,弟兄姐妹们都曾经有去过吧。 我目前为止还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沙漠还有旷野,那里生活还有地方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只有听说过,若你是住在沙漠旷野里,这个地方早晚都是异常安静的。 唯有风声,沙尘,还有一些昂有的动物声音等等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吗? OK,有些人点头,有些人说不知道。 因为呢,旷野存有这些特性还有特征,旷野乃是以前很多沙漠,也就是沙漠之父之母,也就是从埃及来的圣贤人所爱戴的一个地方。 我估计,有两个很大很重大的理由。 第一呢,沙漠是人们会见天主的地方。 第二呢,你去沙漠呢,也就是想要与魔鬼搏斗的地方。 那让我们来谈一下第一点吧,旷野,这个是什么的地方? 传统上呢,旷野,也就是沙漠,是人们会见天主的地方。 它也是我们需要超脱万有一切的地方。 人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唯独可以依靠天主,而不可以依靠自己行事。 你们说是不是,你要知道以前伊斯列人民,对吗? 当他们在旷野中里面行走的时候,他们唯有天主而已,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体验呢,对这些沙漠之父还有字母来说, 让他们想起以前伊斯列子民在旷野里度过的四十年岁月。 这使他们想起呢,先知们关于回到旷野中的教会, 也提醒我们,在过度依靠还有依赖我们自身能力的当额, 不要忘记了,回到旷野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回到天主,依靠天主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这些传统的体验来说, 经过时间的琢磨,慢慢的也开始演变成我们今天影修院的传统, 还有呢,在平行徒们中呢, 也慢慢成为毕竟还有退醒的操练之一。 也因为如此呢,毕竟还有催醒呢, 在四旬期内是一个很著名的活动之一。 此外呢,进入旷野还有其他目的地的。 以前的圣贤除了进入旷野会见到天主以外, 他们也进入旷野,与魔鬼搏斗。 试想想是不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如果给你有机会与魔鬼搏斗的话, 我觉得我们全部人应该是逃得超远的。 然后这些圣贤们因为不怕魔鬼,对吗? 他们就进入旷野,去与他们搏斗。 原因是什么呢? 在城市地区,在乡下地区, 居住的圣贤大有人在。 然后他们相信呢,当时候的魔鬼,对吗? 全部已经跑到旷野去了。 所以要找魔鬼去打架的地方,对吗? 最好就是跑到旷野去了。 他们以前的思想就是那么简单。 他们就是希望呢,可以消灭这些恶势力, 好让我们呢,能够可以平安的生活。 虽然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人这样子认为, 或者是认识了。 可是我们不能发现到, 当我们体验修会生活的时候, 或者是参加逼近推行操练的时候, 你们除了会见天主以外, 其实呢,当时候自身对诱惑, 还有感官的一些诱惑呢, 是相对的高的。 所以你在逼近那时候, 你想要静下来,对吗? 你的脑袋就是超级火焰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吃简简单单, 逼近场所的那些食物那时候, 你就开始埋怨起来说, 为什么只是这些粗产蛋饭? 反而,当你在外面, 在家里面吃粗产蛋饭那时候, 你一句话都没说, 而且还觉得很好吃,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在逼近的时候, 也是会有遇到魔鬼折磨的一些场景的。 所以呢, 从这里我们知道, 参加逼近推行时, 悔改朴述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除了超越我们自己以外, 也是就是同一个时候, 也要客气超脱的表现。 今天福音里面,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四旬期的代表, 他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 我们在短短的这几条章节里面念到, 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 受塞旦的试探与约兽在一起, 并有天使服侍他。 虽然马俄谷福音并没有像马窦福音 还有路加福音那么详细地 把魔鬼试探耶稣的事情给描述出来, 可是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在四旬期效法他。 可是现在我又有一个问题给你们了。 当我说今天的福音只是纯粹 关于到朴书, 还有四旬期守栽的那个主题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离题呢? 今天第一读经还有第二读经谈到了什么? 守栽吗?行朴书吗? 没有耶。 谈的是洛尔在方舟出来的那个故事耶。 所以这两个故事呢, 跟今天朴书啊守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感觉上一点关系都没有耶。 所以呢, 其实呢, 你要仔细想想看的话, 对吗? 第一读经还有第二读经并没有提到悔改还有朴述的事, 他们只是提到一件事情,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门月之事。 第二读经所提到方舟西里的事迹呢, 也是与门月有关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写错完作文的话, 今天离义读经的主题是另有玄困的, 是完全跟朴熟刻苦守栽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我们从第一读经到福音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另一点呢, 我希望你们注意到的就是四舌天的这一个重要的事情。 四舌天呢, 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齐远的字眼, 对吗? 可是在今天的礼仪里面, 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 若而宇佳人在方舟内多少天? 四舌天四舌月。 圣友内呢, 提到美式西乃门月和诫命, 花了多少天完成? 四舌天四舌月。 然后耶稣在旷野中多少天呢? 同样的也是四舌天四舌月。 讲到字里对吗? 就变成了闹口令了四十四十四 到最后我自己的发音都不标准起来了 过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到什么事情 每当四十天四十夜已经结束以后 天主就开始做了一个门月 天主以若而建立的门月 就是我们所谓的若而门月 不是只是给他还有那八口家人的一些门月 是给世界万物的 因为当时候天主就说 看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后裔立月 并同与你们一起所有的生物 既凡由方舟出来在地上所有的生物立月 我与你们立月 凡有血肉的以后绝不再受洪水淹灭 我们从这里我们得知到对吗 因为我们的原始父母犯罪以后 我们人对犯罪就起了一个恶讯循环的起向 到了落儿时期 已经变得不可以被缓修的地步了 所以当天主把这八个人给救起来的那一刻 立月的那时候 他是希望我们可以改过自新 作为一个新的人民 可是呢 虽然我们被拯救了以后 对吗 我们对罪犯罪的气象都还是有在的 那时候天主就做了什么呢 就与梅瑟 还有当时候在矿园里面的伊斯列子民 再做出新的门月 那乃是西乃山的门月 在这个时候呢 天主就希望 伊斯列子民还有梅瑟呢 遵守门月里面的所有的法律 好让他们不至于毁灭自己 现在呢 你从洪水里面被拯救出来了 然后法律又有了 可是人还是会遵从法律做好事吗 都做不了耶 为止呢 当耶稣在矿园里面 进入了四十天四十夜的那个经历以后呢 他的这个经历 不是为了给他自己的 而是给我们全部人的 他就是为了准备我们全部人呢 到最后呢 得到了这个爱的门月 而耶稣他自己本身 就变成了我们 我们的生命 还有心灵里面的方舟 还有成为我们的法律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得知 天主是如何 多么的爱我们 当时候的耶稣基督 就成为这个门月的祭品 同一个时候呢 他也变成我们门月间的代表人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虽然今天呢 我们并不需要成为 在这个四十天以后 可以真真实实地 做他的好好的门徒 好不好 所以我的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you know every time when it comes to Lent we always talk about three things fasting prayers and almsgiving and as and when when we talk about Jesus'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itself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our mind is how we are supposed to against our flesh against the world against Satan and all his millions etc etc but what if today I would like to tell all of you that if you decided to focus these few points for today's reading you are actually off-tracking yourself yeah it's out of topic literally because if you try to compare our gospel reading of today and that of the first reading the Psalms and the second reading they are not a good fit at all all four of them are talking about four different things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merge them together with the three pillars of Lent all together so the few things that I would like all of you to focus is this the word 40 days and the other word the covenant so when we talk about 40 days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is passage talks about 40 days in great detail the first one after 40 days and 40 nights Noah was safe from the flood together with his family and animals in it and in the Psalms itself when they talk about the Psalms when they talk about the laws and also the covenant which God has made with the people of Israel it took Moses 40 days and 40 nights too to make sure that the law has been completed on Mount Sinai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hen Jesus is fasting in the wilderness itself it took him the same day too 40 days and 40 nights so all these things we can come towards to a conclusion that after every time when you have this 40 days and 40 nights event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on that is the time where God made the covenant with all of us and for this we all know that after this 40 days and 40 nights itself of Lent we a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 covenant that Christ has given us that is he himself which is why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ile you are practicing every single thing that requires for Lent I hope that all of you remember that while you are repenting your old ways and believe in the gospel I hope that you believe in this person that is Jesus Christ because he himself has fulfilled the covenant and he want all of us to be ready for it so may you practice your Lent well this year and hopefully that the three pillars of Lent will be part of your life not just only for Lent itself but also throughout your entire being and life too Amen